颱風肆虐 奏成全台的災情慘重 雲林六萬公頃的農田泡在水中全軍覆沒 受災的不止農民 烤玉米專賣店 沒有玉米可以烤了 只能夠改賣其他的烤物 業績整整掉了三倍 金黃色的玉米刷上特製醬汁 在烤盤上自自作響 讓人看了口水直流 這樣的國民美食 現在有錢可能也買不到 等一下需要什麼呢 玉米嗎 玉米煎的都沒了 已經被訂完了 不好意思 才剛開攤不久的烤玉米攤 烤盤上的玉米已經全被客人預訂光光 老闆娘只能頻頻和客人說聲不好意思 對啊 最近好像不太好買到的樣子 好像聽說玉米也比較少 之前颱風的關係 所以很多玉米現在都要重新 重新再種 然後發芽的速度比較慢 然後這幾天又一直下雨 所以現在的玉米不一定會有 還好有賣其他的 不然就要休息了嗎 對 真的是靠天吃飯 開米颱風重創雲林虎尾 原漲六萬公頃的玉米田 泡在水中全軍覆沒 不只農民叫苦連天 烤玉米的攤商也大受影響 烤盤上沒有玉米只剩下烤杏鮑菇 害得攤商的業績整整掉了三倍以上 業者預估最快也要得到十月才有穩定的量供應市場 也成了另類的受災戶 接著方中辰與您報道